1948年冬,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彼时还未与副作义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共识,为了保住北京城内的文物古迹,解放军没有贸然进攻,转而请来了梁思成,但就在短短几年后,这些曾被重点保护的古城墙却被列入了拆迁,面对千年宝贵古迹,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奔走呼吁,却没有多少效果。 如今的首都北京,昔日也曾是历经几个朝代的都城,北京作为一朝之都,可追溯于元朝,创于元朝而成于明朝,于明成祖朱棣时期正式成名北京,1406年朱棣迁都北京,开始兴建宫殿,复立堂皇的紫禁城外,城墙绵延不绝,历经几个朝代的修建,北京古城墙周长达24公里,墙高十多米,将古都城安全地保护了起来,而历经几个世纪风云变化, 在战争年代尚且得以保全的古城墙,却在建国初期就开始遭遇拆迁,如今,北京古城墙一记仅存两处,长度也从原本的二十多公里变成了一千五百多米,实在可惜,而同样曾是古都城的西安,却有着和北京城不一样的命运,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胜历史,欢迎订阅观看。 从历史角度来看,西安和北京的城墙建设时间相差较大,西安城墙始建于明朝洪武三年,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而北京城墙的建设则要追溯到元朝时期,距今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由于北京城墙的建设时间较早,经历了元、明、清三个朝代的更迭,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北京城墙受到了更多的破坏和改建,特别是在清朝末年。 为了改善城市交通和防御能力,北京城墙进行了大规模的拆除和改建,使得原本完整的城墙变得支离破碎。 从地理环境来看,西安和北京的地形地貌也有很大差异,西安位于关中平原,地势较为平坦,四周环绕着渭河、京河等河流,这种地形条件有利于城墙的建设和保护,而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地势较低,四周没有天然的屏障。 在历史上,北京曾多次遭受外敌入侵,为了加强防御,历代统治者不得不对城墙进行多次改建和加固。 然而,这些改建和加固往往破坏了城墙的原有结构,使其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风貌。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西安和北京的城墙保护意识也有很大差别。 西安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商贸和文化中心。 在这里,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有着深厚的传统,特别是近年来,西安市政府高度重视城墙的保护工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修缮和维护,使得西安城墙得以完好的保存下来。 而北京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城,虽然同样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但在近现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古城墙历经几轮拆墙,而西安古城却被列入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唯一古城园建筑。 作为十三朝古都,西安历经更多朝代的风云变化,得以保存至今,并且一直被保护下去,也是一件姓氏,虽然历史更为悠久。 但相比于未被拆的北京古城墙,西安城墙要小得多,周长仅有13.74千米,原本的古城门仅有四座,直到民国时期才扩建为18座。 总的来说,西安古城在历史的推移中反而变得更大了,而北京古城墙却在逐步缩小。 同是宝贵的古文物遗迹,北京和西安的待遇却差别如此之大呢? 在和平解放北京之外,关于如何管理大量古文物遗迹,我国也历经了一番探索,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 虽是坚不可摧的古城墙也有些地方出现了衰败迹象,当时我国还对古城墙的态度仍是以修为主。 1951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给北京市波附抢修城楼专款人民币15亿元,就必。 朱京部队也加入抢修城墙的队伍,但在出自修缮的同时,也逐渐出现了一部分建议拆墙的声音。 最早提出拆墙建议的,是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华南归,这位出生于清末,曾留法学习的土木工程专家。 在接手北京市规划之后,面对古城墙阻塞交通的问题提出了拆墙的看法,在他看来,北京古城墙范围极大。 北京的城门共18座,内城11座,外城有东边门等7座,地处繁华地带,交通量繁重,拆得更为好。 即便是要采取保守一点的做法,不拆城墙也应该多开洞门,和他一样主张拆墙的。 还有著名文学家郭沫若,相比于华南归,郭沫若对于拆墙的态度更为坚定。 在他看来,古城墙虽是伟大的文物遗迹,古时用于防御,但对于现代社会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且从城市规划来说,大范围的城墙会严重阻碍成交一体化,也会影响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大规模用地。 在当时一穷二百,经济接待发展的条件下,修缮城墙也是一笔巨大的支出,倘若不花这个钱,又担心城墙年久失修带来更大危险隐患。 多方面比较直下,似乎是拆墙更为划算,但拆墙的声音溢出来,也引来了一批护墙派,他们抗议于拆墙的粗鲁决定,其中最为激动的莫过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作为建筑学家,梁思成深知北京古城墙是多么伟大的建筑,且他亲身参与了解放前夕为保护城内古遗迹的调查,才短短一两年间,就从护城转变为拆墙,想来也是无法接受的。 为了保住古城墙建筑,梁思成和林徽因奔走呼吁和有关部门对接,希望能阻止这一决定。 为此,他还和建筑学家陈湛祥一起提交了关于中华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希望保住古城在城西另起一座新城,可作为新中国的政治心脏。 但这项建议最终没能通过,古城墙还是迎来拆毁时刻。 在1950年提交梁晨建议之后,梁思成一度满怀希望,但终究逐渐变得绝望。 在建议被拒之后,北京外城城墙于1952年开始逐步拆除,起初只是拆城墙,尚且未动楼。 当时人力和技术都有限,光是为了拆外墙和一半的内墙,就花了好几年时间,期间由于人力不足,大多数时候还是组织市民义务劳动,一点点地将大工程推进,拆了墙之后,古都城的多个城楼和门影响交通的问题依然严峻,施工队便在组织安排下开始逐步拆门,最先被拆的是朝阳门和复城门的城楼。 此后几年时间内,第安门、永定门和中华门也逐步被列入拆墙范围,在五十年代的工程中,内墙尚且得以保存一半下来,但到了六十年代,因修建地铁的需要,内墙也无法再保住了,于1969年被彻底拆除,至此,北京古城墙也只就只剩下了两处,重门门至东南城角楼,也是如今人们能够参观到的北京名城墙遗址,距离北京拆城墙已过了半个世纪之久。 如今关于应不应该拆,人们仍有不少争议,无数人感慨,几百年的古建筑毁于一旦,伟大的建筑作品被一拆了之。 但纵观北京如今的发展,虽不是建国之初所期望建成的工业化城市,却也是飞速发展的国际大都市,昔日的古建筑让步于现代社会发展,换来了一定的成就, 虽惋惜伟大建筑不在,也莫无视换来的发展。倘若有更加两全其美的方法,既能保住北京古城墙,又能促进北京发展的话,中国也不会做出拆墙的决定了。 如今西安古城仍在,而北京古城墙消失了,西安因不再是首都而避开了被拆的可能,是一种幸运被拆了的北京古城墙,却也并非不幸,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农业大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长期以来,我国的工业原材料和武器装备大多只能依赖进口。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的人数与国民党军相差不大,但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却非常悬殊,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往往都是美谢加飞机坦克,而我们的部队却是小米加步枪,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完全靠的是民心所向和战士们顽强的意志品格,好不容易建立起新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权。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环市,几个亚洲邻居的虎视眈眈,如果不立刻全面加强中国的工业建设。 连自保都困难,更别提什么发展了,痛定思痛,英明的领导人决定大力发展民族工业,振兴经济,实现自给自足,不需要再养他人鼻息,既然国家的战略重心是发展民族工业,首都北京自然要以身作则,为其他城市做个榜样,但是工业需要大量用地,并且要修建更宽阔的马路来运送各种工业原材料,现有的古代建筑如果不拆,很难在短时间内见到成效。 所以,在这个历史的特殊时刻,毛主席才讲出本文开头的那一番话,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同年5月,华南归在计划委员会筹备会上,首次提出拆除城墙的设想。 这便是所谓的拆墙派,拆墙派认为,拆除北京的城墙好处主要有四点。 第一,因为封建王朝的都城,是以城墙作为城市与郊区的分割,推翻城墙,能够实现城郊一体化,让城市的规模不再受限。 第二,从城市整体规划方面考虑,拆除城墙,能够让城内城外的建筑风格统一起来,更加美观。 第三,拆除城墙,利用城墙的地基和护城河,修建大环路,有利于交通。 第四,北京城墙已经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近一百年来,城墙都没有经过彻底的维修养护,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如果保留城墙,每年要耗取不少维修经费,与其白白扔钱,不如省下这笔钱用在经济发展上,当然了,拆墙派不是墙拆派。 他们只是主张拆掉砖土垒出来的城墙,至于中古楼、三大殿、颐和园等古代精品建筑,他们并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拆墙派的观点一提出。 立即遭到了护墙派代表人物梁思成的反对,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林徽因的丈夫,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建筑学家,他力主留下城墙,只做民生化的改善即可。 1950年5月7日,梁思成就在《新建设》杂志上抛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建议把北京城墙改造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 他认为,古老和现代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有机融合,古老的城墙不但能够作为现代生活的装饰和点缀,还可以跟护城河结合,为百姓的生活增加情绪。 此外,他认为,北京城墙已经经过五六百年的岁月洗礼,坚不可摧,拆除必定要用到炸药,如何处置爆炸后的几万吨残留物难度极大。 如果拆墙派认为城墙影响了交通,只要在原本的城门洞两侧加开几个门洞即可,加上适度的绿化,不但丝毫不会影响交通,还会大大增加北京城的美感。